字幕提供 嗨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7月22號 我是齊天的偉人 今天我們要講一下下個禮拜 剛看到開倉的籌碼之後 我們可以做什麼判斷跟反應 那我們先簡單看一下 目前台子的線圖 我自己個人的習慣 就是如果是 有明顯趨勢的 狀況下 我會畫實線 那如果趨勢還未成形的部分 我會畫 虛線 所以有些人都問我說 你實線跟虛線到底是 怎麼判斷怎麼做的 簡單來說就是 如果是有明顯成形的 然後有過高的 我就會畫這種寫的實線 那如果像這種 像你看後面這裡還沒有過高 那我就用虛線來表示 所以實線的效力當然比虛線強 因為實線是已經實 實線是已經實線的部分 然後虛線是還未實線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今天台子他當然 他是有有 好像有點怪怪的 等我一下啊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 台子目前呢 這條沒有 他雖然有過高 他雖然有過高 但是 在這個地方 是一個整理的階段 然後快到整理的末端了 快到整理的末端了 所以如果你單看 單看 限兔來說 那他是一個比較偏多的 因為他沒有再次破底 他的低點越來越高 所以如果你單看價格的話 可能就會建議是 以偏多操作的方式 或是拉回解多的方式來做 但是我們平常在做的時候 我們不會只看價格 我們也會看 選擇旋轉籌碼 可是你會發現 旋轉籌碼剛好跟他相反 旋轉籌碼 他現在是處於就是要在 剛開倉嘛 可是希望解在12600之下 然後呢 最大的獲利區間是12250 那目前呢 價錢指數是在12461 所以如果要到最大的獲利區間 還有200點左右 然後他剛好呢 他460 他如果也有可能往上拉 拉到600 才會變成虧錢的樣子 所以這時候你就會發現說 那如果按照這個理論 就是還可以拉個快 100點200點左右 那 單看這個線圖 我們說要偏多 然後呢 籌碼是偏空的 但是空到哪 只是空到大概250附近 所以呢 你說在這裡追空 有沒有空間可以做 有 然後在這裡偏多做 坐上來有沒有空間可以做 也有 那都有空間可以做 我們到底要做 哪一個方向哪一筆呢 簡單來說 我們就會等 短線的方向出來的時候再追隨 我不會直接猜說 哦他會往上或往下 然後就直接做一個往上的單 或往下的單 我不會這樣做 所以就會變成說 今天我認為說 如果是偏多的 那 在哪個範圍呢 我會認為說 在這一個 框框的範圍裡面 是多方是有機會的 那我就會打到這個 主力區的地方出現轉折 然後做多 希望做到這個框框上圓這裡 那如果他是直接跌破主力區呢 那我當然就希望說做到這個 下面這個框框 然後由上圓做到下圓 所以你會發現 我在操作的時候 我會沿著這一個 這一個主力區 他就是這周很重要的一個 算是多空分界的分界線 比如說我把這個籃子 好了 那在這個至上 我就偏多做 然後靠近這上圓的時候 我才會偏空 我才會偏空 然後 然後 在這底下 我就偏空做 然後做到哪裡呢 做到靠近下圓的時候 我才會偏多操作 好 那這個 你當然要等那個有波動的時候 然後 開盤的時候 才會 才會用這種方式操作 不然平常時間 他的正幅實在太小了 也會亂刷洗 你就很難做到好的點位 好 那有些人說 那我沒有時間做這個 我能不能就是 用選擇選注單 或架下單的方式 單打進去 就不理他了 這當然也可以 那你看一下 像現在選擇權累積 1250會有最大獲利 然後呢 他防守是12600的位置 那我可以怎麼做呢 你看喔 我把 目前的 價格 然後扣跟put 都放在這裡 我們講一個 如果你不希望他掌過12600 然後你相信這個籌碼是對的 你應該怎麼組 我如果要組防守單的話 我當然可以 在這裡用賣的 比如說我賣一口12550 然後呢 買一口 12600 所以你就發現喔 在12600的時候 他賠36點 在這製下都會賺錢 那這是最簡單的空差單 好但是我今天不是要介紹這個 這個我覺得還好 因為剛開倉 然後你為了賺這14點 然後就要把這東西放在裡面 放5天 然後現在的方向也沒有很明顯 說不定夜盤一個晃動 整個方向就改了 有的人雖然說加上單比較慢 可是有的人反應不過來 或是捨不得砍倉 所以我要介紹大家另外一個做法 你反過來想 很多人說欸 我在這裡 做一口白摳 然後賣一口 好像相反 這好像是多插單對不對 可是你可以調比例嗎 你看你如果調成這樣 有趣的是 你看喔 漲到600你也賺錢 漲到6500你也賺錢 漲到更上面的時候 你才準備會賠錢 我們那時候再調整就好 可是如果今天你碰到擊殺 他一直都會是賺錢的狀態 他一直都會是賺錢的狀態 那像這種主單的方式 你就會比較輕鬆 可以報的比較久 好 那你說那如果 我就是比較偏空想 我不想我是比較偏多想的 我能不能反過來做 當然可以 那 put我會抓的範圍就會比較大一點 你看我就可以 買一口put 然後呢 賣兩口外面的 所以呢你看他跌到250的時候 就是跟我們這個一樣 在250的時候會有最大獲利 那可是呢 在這個400之上 他的損益是接近零的 要到這之下才會賠錢 那如果你把全部都組起來 就是我剛剛講的方法 你會組出一個這樣子的單子 往上漲也不錯 往下也不錯 然後會在12050到12700都會是賺錢的 那你看現在是多少 現在是12461嘛 12461 所以就等於是往上大概250點 然後往下400點都會是賺錢的區間 那當然有很多其他種組合啦 你也可以就是自己配配看 有的人就是可以打個不同的比例 像是這樣 他就會變成另外一個區間 我故意打小一點讓大家看到這樣 這樣子 好 所以你看 他就會是停在這裡的時候 還是還是虧錢的 可是其他時候都是賺錢的 不過我不喜歡這一組啦 我比較喜歡原本的樣子 對 那就給大家參考囉 所以就是很多人在問組合單 其實一開始不要想的太複雜 你就要先從最基本的多叉單跟空叉單 當作出發 然後再做微調 然後把兩組或三組不一樣的多空叉單 同時組在一起 畫在上面 你就可以知道 你在做這一組 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先休息啦 謝謝大家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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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 Frances 說 組合 他